不过我们也来继续来追踪 到底这冰柜裸丝命案当中的 冰柜的疑点 我们也找到这个卖冰柜的老板 他一眼就认出 其实发生命案的冰柜 当年就是从他店里面卖出来的 他强调一般的冰柜排水孔 不会连接管线 而冰柜也没有专门的排水管线 他的说法让检警更加怀疑 这死者被所谓加工杀人的可能性 看着报纸回收冰柜的老板 一眼就认出 装着裸丝的冰柜 就是店里卖出的商品 那个冰柜也是我们出来卖吃鸡的 也是我们出来卖吃鸡的 是那个邱家兄弟跟你买的 我也不知道 那么久我也不知道 他以为跟你们买过吗 我不知道 那个冰箱就是 看那个Mark就是我们的 只是诚实尸体的冰柜 连接瓦斯管 卖冰柜的老板说 要靠排水管插管线呼吸 根本不可能 如果被关在冰柜里头 假使冰柜插电使用中 就算反脚猛踢 冰柜的门也很难打得开 有冷的话你要看说 轻轻放还是用力放 如果用力放的话 那个冷空气会吸住 只有直接就推不开 如果是不冷的情况下 应该是比较随便都推得开 回收冰柜的老板 看到新闻也吓了一跳 虽然冰柜是几年前 就已经卖出去 可能也转了好几手 不过老板庆幸 还好没叫他回收 否则现在要收金的 可能就是自己了 这位新闻领事宏秋如 基隆采访报道